金刚经的奥义如如不动 如何能达到如如不动静随心转逆天改命 佛陀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深刻阐述了一切法的空性 欲成就无上正绝 必须彻底破除一切法 一切像 金刚经全名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其中的金刚象征世间最坚硬的物质 波罗就是妙智慧 在金刚经中 人觉悟后的智慧比金刚更坚硬 能看破世间一切法相断一切烦恼 经中说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英作如世观 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短暂而无常的 人之痛苦源自对实相的执着 因为人们固执于认为应该这样活那样 例如追求外在美貌 财富或期待子女孝顺等 因此我们必须自我觉知 当我们能够破一切法一切相 通过破除各种执着 然后放下我知 定下来看待世间一切 什么都不为所动 灵内好灵外好 领悟了一切法的空性 外部执着 内部动念 当生则生 当死则死 生亦和欢 死亦和苦 来去自如 什么都动摇不了我们 如此我们就能达到 如如不动的境界 进而静随心转 当心做得了主 整个环境 人事 物质环境都跟助你改变了 你就逆天改命了